寻手队每天在社区里头维护治安 又要协助引导交通顺畅 更肩负起关怀弱势独老的任务 吉安相公所特别委托寻手队 把爱心物资分送到社区里头的独老家中 2月份吉安寻手队又接获任务 要把89分的物资送给境内独居长者 各个分队都不嫌辛苦 大声启呼使命必达 为了扩大关怀弱势族群 吉安相公所从110年开始 结合了社区寻手队 针对乡境内的独居老人 进行轻送民生物资到家服务 也足以给予访试慰问关怀 感谢我们这一年来 所有独居长者的物资 都由我们寻手队来亲事 获送到虎 给我们独居的长者 安慰聊天 甚至于了解家常的状况 及时通报 让我们可以服务到位 在服务的同时 我们也希望寻手队能够健康平安 因此也送给我们寻手队快筛 希望我们在防疫期间即将过去 但是我们的服务依然要完整 谢谢辛苦的寻手队为我们开启社会寻手安全的工作以外 再来关怀独居老人也跟他们至上满满家人的亲情 来互相的这样的一个关心 谢谢寻手队也祝福我们营法的独居长者能够健康平安快乐 今年2月份 吉安相公所准备了89份的民生物资 再次委托寻手队要奔送到社区独老家中 而队员们也不嫌辛苦 大声疾呼使命必达 非常感谢我们吉安相公所 每年三节都会想到独居老人这个关怀 我们寻手队本身的职务里面也有这一项 所以我要辛苦我们各队的寻手队 来协助相公所去送这些独居老人的物资 这个顺便的关怀一下 这个独居老人的境况 所以我们也适时的回报 所以我们感谢我们各寻手队 非常的辛苦 挨家挨户的去 谢谢大家 吉安寻手队表示 在分送无私过程 可以直接观察独居长辈的生活状况 如果发现异常 也可以立即回报处理 充分发挥及时关怀的效果 借理会吉安相报道